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跟大家說回英國的金瑤桿獎 之前在影片提及過 最終新環者2多項提名 現在2020年最終公佈了 可能有人不知道什麼叫金瑤桿獎 大致上是英國的遊戲頒獎 勝存為遊戲奧斯卡 其實在之前幾年都頗好 都有人認可 但來到今年 我相信大家看完後就不知有什麼感想 其實這個遊戲評分 其實IGN近幾年 就是權威評分網IGN 近幾年都多次對遊戲亂按 即是不太適合我們玩家心水 即是比分那裏 其實近年很多玩家已經不太相信這些所謂的評分網 因為評價一定要夠中立 即是在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的情況下 評分才要評分 即是在IGN的評分網 你都要賺錢 賺錢 有廣告或贊助 有時又不敢得罪大廠 明明是一些不可以 遊戲又給10分那些 所以就會有這個情況 近幾年 我們這個年代的玩家 就懂得上網 上網上得多都知道什麼事了 所以現在這些評分網 大家都是看看就算了 細猜不到這個頒獎的金瑤桿獎 今年也有一個非常受爭議 我這個技術跟其他遊戲傳媒不同 我聽他們說話 他們一定要很中立的 即是他們不能滲透個人的意見 我都明白他們的立場 但我就完全不同了 老實說 我就很直接 這樣就擺明是留的 這個評分 最終新玩者 其實在看重觀香港 那麼多個你有看的打機Youtuber之中 我已經算是最榜這遊戲的人 即是我的評分是7.5 即是我已經盡量向好方面去評價這個遊戲 但我的結論也是 這個遊戲我覺得OK 但我不喜歡 即是我不喜歡這個遊戲 即是撇開故事來說 即是說他的操作性和他的畫面各方面我覺得OK 但其實我也說過 單論的遊戲性其實已經沒有第一集那麼好玩 因為第一集The Last of Us 說的是 喬爾和艾莉兩個如何合作 即是如何由一開始的陌生去到後面 養成這個婦女感情 但第二集你由頭到尾都只有艾莉一個人單拖 或者用艾莉 完全沒有所謂的合作元素 所以單憑這一點我已經覺得這個遊戲已經不及上集 即是在我的體驗上 當然我給7.5分不算低 但說真的給10分是怎樣都不可能 甚至給9分 即是故事和合作方面的扣分 我覺得這個遊戲其實8分是盡的 即是如果給超過8分的人 我很質疑他的專業能力 當然我都不是專業 接著我就口直接說 即是他們說 可能玩家的投票 因為這個獎是玩家投票的 很廢 即是今時今日 我待會再說他的投票機制 即是玩家投票 你見其他Medium 都可能會說 其實玩家喜歡呢 不不不 說真的浪費氣了 看回最後新華人者推出的時候 你網上哪個不是在罵 我想問一下 由亞洲二到歐洲 美國那些 全世界上網都是在罵這隻遊戲 我沒有聽過有人炸這些遊戲 老實說 除了那些遊戲傳媒之外 即是給10分那些 所有討論區 每個都是在罵這隻遊戲 首先有些人可能跟風 即是哥爾夫 其實他們根本都沒有玩過 我懷疑 但每個人都在罵他 罵我一份 但實際上 大哥 在這個情況下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 在這個 金搖桿獎 投給的遊戲 我就很質疑 首先他的投票機制 就是不記名的投票 簡單來說 你隨便打電郵 甚至不用認證 就可以馬上投票 即是你打123456 在這個gmail.com 理論上都可以投 真的浪費 大量用BOT 或者大量開分身 狂投票 即你有時間可以做到 這些投票 在今時今日 如果是這樣 即是認可性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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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不是橫皮狗 可能有人幫他做 或是 即是 即是諷刺他 即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這些投票 就浪費了 但別人的外掛機器 按一個按鍵 不知多少 十幾百萬張投票 那你這個網上的投票 到底有沒有用呢 但最少我自己都覺得 其實 最後生還者 是這個 最終大獎 我覺得是有點過份的 好老實說 即是 如果你說他的畫面 如果單論畫面 即是面相等等 其實我覺得他可以做到今年最好的 這件事 我覺得是 非常之 即是我贊成的 即是如果只是畫面 和他的表現 因為你對比對馬幽魂 你就知道 其實最後生還者的面相 和表情方面 是真的好很多 即是你看看對馬的眼神 你就知道我說什麼 順帶一提 除了第一名的最後生還者之外 第二名的元神 也是非常之具爭議 其實元神 老實說 我自己有碰過 我只能夠說 其實元神 如果以大陸遊戲來 的確是一個 蠻滑時代的做法 因為打後 你會發現 大陸所有出的網遊遊戲 或者手遊遊戲 就算是大陸人 他自己都會和元神比較 基本上 現在大陸出的手遊 一拍到元神 他們一定沒有運行 因為元神的畫面 表現力 和他的動作 等等 基本上都會殺了 但當然 在台灣 其實也不是 台灣很多人玩 在香港 就算有玩 也不敢出聲 我相信 第三名就是 FF7 重製 然後就是 毀滅戰士 最後就是 第五位的對馬幽魂 這合不合理 就見人見智 我們說回這個 首先 最佳聚事 最後生還者 失笑而不語 這個聚事 我先不針對喬爾那件事 你只憑 最後生還者 故事的劇本 我覺得鋪排上 都很有問題 其實 因為他先 將艾比的兇殘 就是兇殘 如何虐殺喬爾 然後再慢慢洗白 這樣已經是 令到玩家對艾比的觀感 一開始就不好 最後艾利 最後大愛 最後艾利在沙灘 放生 這件事 更是令人彼兒所思 的確 好 我們不說太多 最佳多人遊戲 就是唐斗人 其實這遊戲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近期的熱潮 已經開始 我其實當時 他一出的時候 看Gameplay 已經覺得 可以當作派對遊戲 但一定不會玩得太長 因為操作性 精細度 我自己覺得不夠高 可能我是 Hardcore 我就不喜歡這一類 最佳視覺 我剛剛說了 以畫面或視覺 其實 最後生還者2 絕對有資格問頂 今年的表現 除了撇開故事 和模式 其實我 基本上 我自己很紋身 我都覺得最後生還者2 在各方面 的確是 有打其他遊戲 除了死人PK 劇本 還有一個 最佳資料片 就是Lomance Guy 其實我自己也說過 Lomance Guy 沒有放棄的遊戲 然後不停更新 其實我自己也挺欣賞這間廠 它是成功的 你要知道 很多廠是死咬著不放 但越更新越衰 例如EA某仔 And Dude 另一個例子 就是Fallout76 近期的更新都開始轉好 希望 但坦白說 一開始出好一點 麻煩你了 年度行動遊戲 既然是LEGO 這個我真的 問好問好問好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 最起碼可能這個鬼佬很喜歡玩 但我真的沒有看過香港人 提過這個遊戲 沒有人玩 我提過都沒有人提過 最佳音效 最後生還者2 這個不語自評 最佳獨立遊戲 黑帝斯都實至名歸 這一隻都是我的愛遊戲之一 對 一個不錯的Hardcore操作 持續運營獎 在我的世界都沒什麼好說 這麼多年 正正常常 年度工作室就是橫皮狗 說真的 你沒辦法不給他 前面掃了這麼多獎 你不給他 如果他不拿的話 其實也不合理 所以整件事是笑話 最佳電競遊戲 決勝時 我看起來很奇怪 LOL是什麼 那些是算什麼 那些不是最佳電競遊戲嗎 那些是最佳電競遊戲嗎 那些是最佳電競遊戲 那些是最佳電競遊戲 最佳的新進直播主 當然這個不關我們 這個鬼婆 但他如何來定 是否今年的訂閱數升得最多 但後面我還看到有個過氣的 Overwatch 笑而不如 最佳家庭遊戲 糖豆人 如果這個是派對遊戲 就OK 我最佳社群就是我的世界 我最佳演出 幸好他不是被喊比 或者喊尼 否則更大 這個遊戲 說真的 萬威復仇者 連環的Buds多 都是玩不到的 就是這樣 我笑而不如 這個突破獎 我覺得這個突破獎 意思是遊戲的模式上 這個是宇宙狼人殺羅 這個就是所謂的模式突破 如果我理解上 如果我理解上 卓越貢獻獎 The GAMING IN THE DUSTY 什麼鬼 我真的不知道 這是什麼遊戲 遊戲產業 遊戲創作 問好 問好 這個我覺得有點矛 PC年度遊戲 死亡割淺 大家需要知道 其實這遊戲是2019年 即是我們PS4版 由於PC版 辭出的關係 但其實有點狗 我自己覺得 有點矛 但重觀一下 如果今年的PC獨佔 好像沒什麼 PC的小小 其實是弱了 我想說 為何近一兩年 大家又玩Crossel 因為其實 你會發覺 越來越少 是PC獨佔 就算有 通常都是其他主機同時 甚至乎 例如這隻 所以我覺得PC的競爭力 是有點弱 即是他沒有獨佔 最多都只能做到 跟主機同期 好像未來的2077 但這隻死亡割始 所以沒有人跟他爭 我覺得今年真的 難道你選擇363嗎 最佳是硬體 黑人問好了 3080 笑了 OK 年度遊戲 最佳是新玩者20 不說太多了 最佳是XBOX遊戲 為何這隻XBOX 這隻PS2也有 PS4也有 Steam也有 即是XBOX都沒有自己獨特的遊戲 即是這隻根本所有平台都有 可想而知XBOX在做什麼 我想問一下 你做了什麼 真的沒有做過的事情 連到任天堂遊戲 白癡 這是什麼獎 連到Sony遊戲 那你肯定是動物心 你如果任天堂限定 就一定是動物心會 大佬 怎麼跟你玩 對不對 最期待的遊戲 戰神 好合理 我自己也是 老實說 我自己是這一隻 和LF16 有些人說是Browhaster 8 我是零興趣 因為Browhaster 8 他的玩法改了 我就不喜歡 我是由Browhaster 1 開始玩 你現在變成這樣 第一身事點 我不是想要Browhaster 我是完全 因為我第七集都沒有玩 所以我是零期待 戰神目前應該算是 最期待的 獨立創 即是原創遊戲 加上應該是Sony獨佔 所以這隻 加上上一代表現 我非常滿意 我給9.5分 所以逐集好好看 你隨便來一個 戰神打雷神 甚至戰神打奧丁 一定會給10分 評論家優選獎 克蒂斯合理 這個我是贊成 終極年度遊戲 最有心環者E Amen 恭喜艾莉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我上的網 是上錯網 因為我上了網 我看到每個人都罵這個遊戲 我真的沒看過有人稱讚這個遊戲 可能我上的網 有問題 原來外面的世界 和我上的網 是不同的 就是這樣 但這個金瑤剛獎 他可信性 應該大受質疑 即是他的AT力場 已經破壞了 沒有人相信他 我相信下一屆 他們可以不用搞 你搞人家也是當笑話 看 就是這樣 大家不敢想留言告訴我 你贊不贊成最後生還者 而是獲得年度大獎 不妨留言 如果不是 你覺得2020年到底哪一隻遊戲 可以獲得年度大獎 其實我也覺得沒有 你肯定要我選 我選Lev7 算了 我覺得對馬幽魂不行 對馬幽魂不行 如果這隻 這隻是他的遊戲內容 我覺得不可以 畫面還 畫面還可以 風格還可以 但遊戲內容太悶 當然後期有些聯機更新 但我已經沒有玩 所以這個就不作準 因為我是由本體評價 OK 就是這樣 說開又說 不是什麼最佳動作 那些人王那些 好像沒有了 算了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